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国道中山高发生了一起强盗案 一辆原本在长庚医院排班的记车车 遭到嫌犯偷走 随后在国道与货车发生车祸 而窃贼竟然试图抢货车 反遭到驾驶制服 警方实施拦截围捕 顺利将嫌犯带回 国道路间一辆件车车头毁损 左前轮爆胎只剩下旅圈 而后面的白色小货车 左侧车身严重擦伤 男子就蹲在草丛里 双手被上铐 看似精神恍惚 原来电车是他偷来的 连插状的白色货车 也差一点被抢去 他刚才在门口 告诉我 快点快点快点把我动车 他说 这车怎么 我人在这 车怎么会走 结果他不去动也没办 我们就快点 要去那里撂 案发在五号下午两点半 张信嫌犯从台北车站 要搭车到野柳 中途在基隆残根医院 提早下车 看见一辆排班建车 当时车上没人 就直接把车开走 徐姓借车司机上厕所回来 发现车子不见 赶紧通知警方 前往拦截围捕 没想到 嫌犯把偷来的电车 开上高速公路 却在南下5.5公里处 与马信小货车驾驶 发生差状 看见对方想找他理论 竟然异想天开 想再抢走小货车继续开 我驾一下 我想说 你没把我处理 你去那里开车走 我这样不对 我就走下来 对啊 我先扭打 扭打之后 更扭打 双方发生扭打 线上拦截围捕警网 及时赶到 当场逮捕张信嫌犯 他有毒品窃到多项前科 事后也坦诚 前一晚有使用毒品 本市某医院前 一部机程车遭窃 实施线上拦截围捕 下午14时40分许 失窃机程车在国道南下 5.5K处与另一部自小货车发生交通事故 张信犯嫌 企图在行抢该部自小货车 与车主发生扭挡 本分局线上警力及时到场逮捕 全乱依窃盗 及强盗罪嫌移送基隆益检署 侦犯 嫌犯偷走电车 开上国道 插撞其他车辆 由偷变成抢 行径实在太夸张 记者黄烧鸣金融报道 您有吃过眷村的韭菜盒子及葱抓饼吗 金融市暖暖区中心社区发展协会 自行制作的眷村韭菜盒子 以及葱抓饼 不只长辈们喜欢吃 皮包线多的好口感 也让副议长杨秀玉大声称赞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跟着暖暖中心社区发展协会的 志工妈妈阿姨们揉面团 擀面皮 田入韭菜馅做出眷村特有风味的韭菜盒子 以及葱抓饼 作为长者共餐时的主食之一 副议长杨秀玉尝过之后 也赞不绝口 中心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陈天堡表示 不管是韭菜盒子 葱抓饼或是葱油饼 都是最好做最简单的眷村美食小吃 而常年累积的经验 用当天现做现揉出来的面团 做出来的就是比外面卖的要更好吃 这个是经验的累积 因为我做了十年了 我们现在下面的志工五六位 通通都会做的 而且成效不错 在基隆市的话 我们的葱大饼很有名 上次我们那个处长 杨玉清处长 我拿给他去 他说 他说你们这做得很好 然后说 我说我韭菜盒子 你们走来或者做得又跟别人不一样 让我觉得 他因为他先生是山东人 所以说让我们觉得社区的产业 真的是推广还不错 目前就是我们固定的礼拜一 是做那个葱大饼 然后老人家来这边 那个老人来这边 那个我们里面会堂的时候 就学做那个面条 面片 梅格达 还有馒头 做完了 我们把它做好成品 让他们吃 还有多的 让他们带回去 所以老人最喜欢 最欣赏的 就是礼拜一的课程 因为又可以来学 又可以做 又可以吃 然后礼拜二 我们不一定做什么 我们今天礼拜二 本来是做韭菜盒子 韭菜盒子的面皮有多的话 我们就做葱大饼 所以说来讲 我们的志工人团队 尤其是我们这个拿鲁王 他真的是很不错的 他的感 他现在 他现在这十年下来 他既然能够一个人敢 能够给两三个人来做 所以这是我感到在很安慰 就是说 我社区推广这个卷村美食 已经有一个成效在这个地方了 陈天堡进一步表示 这些卷村美食小吃好不好吃的 另外一个重要关键 则是要看煎饼人的功力 如何控制火候煎烤葱油饼 葱抓饼以及韭菜盒子 也会影响到最后的口感 这也让学习制作的副议长 杨秀玉很有感 也大力推荐 欢迎社会各界 向中心社区发展协会订购 跟我很好的姐姐认识非常久了 那今天她特别邀请我过来 就是参加我们就是定和里的这个中心社区 他们的卷村美食 卷村这个烹饪班 那这个韭菜盒就是 我刚刚有简单的制作了一下 真的是 这个技术不是一般的技术 真的是树叶有专攻 那我刚刚有听到大哥讲了一句话很好 就是社区产业 怎么样结合在地的这个资源 帮助我们社区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们就都知道说 政府的一个经费是有限的 怎么样结合在地的资源 结合刚刚大哥讲到一句 社区产业 怎么样去推动出去 帮助更多的乡亲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今天的美食 真的还多了一个特别的味道 就是我们浓浓的人情味道 这个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 而且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 那谢谢我们的这个 陈执行长 还有你的太太是那个潘理事长 还有我们的姨姐姐 像我们的好姐妹 他们真的为这个社区付出了十多年 我真的满满的一个感动 除了各种圈村饼好吃之外 中心社区发展协会的关怀据点 不但有共餐 也为长辈们开设各式各样 包括地板滚球等减缓退化的健身课程 让长辈们都玩得健康 玩得很开心 记者吴俊松 机动报导 再带你来看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办理时光穿梭 魔法服装秀 祖孙走秀活动 将一衣一故事的废弃衣物再创新 加入植物创意缆 及品牌创意 让人感受到时尚海洋的魅力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与环境部共同办理的时光穿梭 魔法服装秀 海洋很时尚 以绿色衣橱的概念 整线近临绿生活 我们永续的概念 就意改造 然后或者是把一些 生活上不需要的废弃物 能够去做一个整合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就是我们如何跟海科馆去推动永续 结合绿色衣橱以及把一些环境落实在社区上的推广 那我们也透过祖孙节 我觉得其实野奶奶们可以很开心跟自己的孙子 能够一起参与活动 以创意发想赋予旧衣物新生命 服装设计再创近两个月 以祖孙走秀的方式串起祖孙情谊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有很多我们旧爱新欢组是用我们的二手衣 去做我们这个造型的衣服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然后展现出来 觉得很开心 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跟吉他姨妈一起参加很开心 我觉得今天这个走秀还不错 就是表现孩子的一些自信 您看到我这一身衣服 其实我们学校一个非常棒的蓝蓝老师 他们在学校就制作了这一身很美丽的衣服 那为了要让这个活动更为真色 所以我亲自下场来介绍这一套衣服 共创改造后的衣服 带有浓浓的日式风与具有时尚潮流的活力 把环境的保护这样的议题 跟我们的祖父母节的议题整个结合在一起 用回收的一些衣物 然后重新在设计之后 就变成一个很时尚的一个时装 现场座无虚席 民众被博物馆的一场秀深深感动 我觉得海科馆能够融入地方 融入社区 让我们更跟海科馆 更认识海科馆 可以跟海科馆结合在一起 非常高兴 希望海科馆能够继续的举办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走秀活动中还有设计师组 由三位参加国际超模等大赛的听证者 参与走秀 让观赏者感受到海洋元素 相融的设计和对话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基隆市112年 效行楷模一共有9人获奖 市长谢国良在民政处长张渊祥的陪同下 亲自颁奖肯定获奖者的付出 其中中正区林志恩中风 还守护着喜慎的父亲 融获全国效行楷模 令人动容 亲自颁奖给荣获笑行楷模得主 市长谢国良肯定9位楷模笑心 让社会传达正能量 这个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家中 都有一个爱的故事 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因为我相信只要大家心中有爱 然后对家里的长辈是孝顺 我相信这一定就会是一个美好的良好的家庭环境 我爸爸常常也跟我说 他说笑顺笑顺 笑跟顺又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典范 很多人笑但是要做到顺 那这个又是一件事 但是不顺不见得就是不笑 那真的我觉得说 真的这几句话都很有道理 其中荣获全国孝勤楷模的林志恩先生 在中风之后身体不变 但十年如一日 无怨无悔照顾坐轮椅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 他将孝顺化为身体例行 虽然父亲后来过世 但他的孝心在地方传为佳话 谢谢你们大家 他因为身体也不是很好 那平常要照顾双心 我觉得这是精神可佳的一个情况 那一般正常人 我们当笑顺的部分一定会做到 可是林志恩先生 他身体不佳的情况之下 又可以做到这些事项 我觉得懒人可贵 基隆市的孝顺楷模 特别邀请到我们九位受奖者 来到我们基隆市政府的贵宾室 接受的市长谢国阳的颁证典礼 过往我们是由区公所来提拔之后 由市政府民政处来选择我们的奖牌 送到区公所再送到家里面来 市长认为这样效型的行为 应该广泛的给予表扬 未来我们也会再增加更多的这种表扬的行为 让我们诠释人为有爱的城市 市长说孝顺就是一个有爱的表现 九位凯模 孝行司机都值得孝法的典范 基隆市政府借由公开表扬 希望树立孝道 伦理观念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道 中央宽平吉隆破记录 让学龄前的小朋友体验当小小主播 家长跟老师陪着两岁到六岁的小朋友 进入摄影棚参观并上台体验 觉得非常新鲜又有趣 那你们看看现场摄影机在哪里 在这里 有一台对不对 画面中的小朋友 由老师和家长陪同 到中央宽平吉隆的摄影棚 来参加小小主播营活动 跟着主播的教导 练习调整呼吸的节奏 大家好 我们中央宽平今天邀请到了一位小小主播 请问你叫做什么名字呢 吴逸少 吴逸少 逸少请问今年你几岁 五岁 五岁 非常好 那逸少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你来到这里你的感想是什么呢 很开心 很开心 还有吗 很快乐 很快乐 还有吗 很害羞 很害羞 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我们谢谢逸少的分享 今天来这里觉得好不好玩 好玩 这些小朋友年仅二到六岁 中央宽平吉隆举办的小小主播营 横跨不同年龄层 希望能让小朋友们从小接触新闻 培养良好的媒体素养 家长们也非常乐在其中 在体验之后觉得怎么样 很好玩 那妈妈觉得呢 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不同原来摄影棚 学讲话跟了解看故事都可以这样子学描述 还蛮特别的一个体验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是真的觉得很有趣而且很意外 就是原来在摄影棚里面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教育意义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棒 透过小小主播营 小朋友们能实际进入摄影棚参观 了解摄影棚的运作过程 体会当主播的乐趣 记者华人生 陈淑萍 李亮杰 基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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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акры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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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邀你抽烟的人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拒绝发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咳咳 咳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ribu tart 好 东京买了 那就随便请好 要了 先生 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新車停泛合法騎樓停車空間 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行行 拜託 拜託 另外 地上貼有腳丫子的 綠色地貼禁止停車 即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 雜物 盆栽 機車 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 能夠方便通行 遠離車輛 安全處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願意穿越車道 遵守號制 綠燈秒數足夠 再過馬路 酸心過馬路 不滑手機 行經路口 停讓行人 無號制路口 遵守停讓 置路口中心點再轉彎 避免死角 車輛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游客穿流不習的金融廟口 在農曆7月21號這天 攤販們會聯合舉行普渡大拜拜 相當熱鬧 普渡好兄弟之外 也祈求三界公 保佑所有的攤商 深意欣榮 畫面上是在 基隆人三路的廟口攤販 普渡大拜拜 各家攤商們用心籌備 端出各項山針海味 普渡好兄弟 也準備豐盛的貢品 包括三隻大豬公 祈求三界公賜福 保佑夜市攤商生意興隆 今天是農業七月 我們每一年 旅客通安舅舟 都固定這個時間 本月頗多 現在是 這次的好兄弟 我們當中有 六十四檔 六十四檔 大家都準備很豐盛 山林台湾 大湾 我也要說 我當一 來拜三明 本地都很豐盛 希望好兄弟 大家都來 跟我們領事 來慶山中原這四年 中原就是三界公 七月盤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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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盤下原 這就是三界公 不是老大公 老大公就是 普渡的普老大公 拜三界公 就請天公眾選來做主 我們基隆市 從老大公的地方 在這個團團圓 雞人廟口 還是我們雞人 通過一個美食的地方 美食區 就是 剛才他們一年一度 普渡 要求三次來修 他們每一天的團團圓 大家都會生意 慶龍 來反映 國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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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的 八千 有來經過雞人 反映來雞人廟口 吃我們雞人 道地的美食 貪商們用最虔誠的心 舉行普渡拜拜 包括議長童子偉 民進黨立委 參選人鄭文廷 和市議員曾濟岩等貴賓 都到場一起拜拜祈福 農曆七月普渡的盛況 也成為基隆的一大特色 三次說 他關閥就是這些好兄弟 我被明年心情 結果 每一個國館市 有廟宝也有 沒有造成廟 中安座高 就廟宝 也有蘇林宝 有蘇林宝就說 我站在門外擺一個 擺一個三次 擺老大公 擺好兄弟 也有社區擺 也有公司的 公司的 公司的 他們也說 應賤嘛 應賤借去雞人士的習俗 公司也來 他們也去參加的葡萄 雞人士的葡萄有很多種 透過慶讚中原普渡 向三屆祈福 也普施境內的好兄弟 充分傳達悲天悯人的 基隆中原祭精神 記者 陳淑萍丁克宇 基隆報道 傳承百年的基隆中原祭 今年邁入第169年 基隆市文化局 特別在暖暖黃蠟石文化館 策劃胡植美學印象展 希望大眾能夠注意到 胡植這一項傳統工藝 未來能繼續傳承發揚下去 基隆中原祭典中 讓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用胡植做成的各式水燈頭 為了讓民眾了解胡植這項傳統工藝 基隆市文化局 特別在黃蠟石文化館 策劃胡植美學印象展 邀請林天丁 李清榮 吳登欣一師 展出了獅頭 神像 燈籠等胡植作品 吸引不少民眾到場欣賞 因為小時候就在基隆長大 對基隆中原祭 是比過年還要重要的事情 小時候也會跟著家人 一起帶著紙箱鋪的路邊 一起看著中原祭的遊行 很期待看 車上很絢麗很漂亮的水燈頭經過 就很想要湊近的看 因為自己本身對手工藝 還有一些傳統文化方面 也很有興趣 也因為這次李清榮老師 有來這邊參展 還有其他藝師也來參展 對這些手工藝的東西 有興趣 所以想說來這邊看看 那我們也會打造更多更好的環境 來給我們所有愛好藝術文化 跟親子娛樂的朋友 來跟大家共享 讓大家在基隆工作 生活念書之餘 都能夠在這個 我們基隆這個家裡面 感受到更好的一個環境 我們今年這個展的主題是 紙幅類的一個介紹 那為什麼會做紙幅類 其實是跟我們基隆中原祭 有很緊密的關係 就是我們需要有這些 紙幅類的作品 就是 然後還有的就是 叫點時期要使用的 這些叫點的器物 包含了四大元帥跟三神土地 還有大士爺等等的 這些都是透過紙紮的一個技術 把它形成的 那這個是 今年設定紙幅的一個目標 就是一樣是要跟基隆中原祭做連結 那我們的主題定做記憶 記憶記憶 當然很敲口 其實它 源自我們基隆的這169年的祭典裡面 它的一個百年的記憶 然後還有我們這些作品裡面賦予的 這是我們對於這些先人 或者是這些好兄弟們的一個關懷 所以是記上我們的心意 再來這記憶指的是這個工藝 就是我們回到我們這個 古爪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技術 就是它的技術怎麼樣的去保存跟推廣 好 那我們這一次 因為跟這些醫師的關係 所以我們邀請了李清榮老師 來擔任我們的這個主要的展覽的一個醫師 然後還有林天丁老師兩位 紙紮的東西它 本身它的包含性相當相當廣闊 無論任何材料它都有辦法 選擇上去 平常去講 承接的問題的話 相當困擾我們這個 我們這一代 不能像以師傅教徒弟的心態來講 要以老師教代學生的心態來講 由學生發問題 老師我就幫你解決問題 對於文化局的用心 結合基隆中原劑 讓民眾有機會認識胡指公益 獲得各界的肯定 我們這個藝術是打造城市美感的工程 所以我想保存傳統的記憶 才不會讓我們忘記我們基隆人 忘記我們基隆人自己是誰 那基隆中原劑長期在大家的推動的歷史下 已經有這個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傳統 那身為基隆人 我們對這個基點是感到非常的驕傲 那這個是傳統藝術的指護 過去呢大家可能會想到很多鬼神 所以讓人家異而言之 那傳統的指護藝術其實是 飽含對人的精神 對世界的敬畏與尊重 是傳統道德的展現 那要謝謝我們的市長 還有我基隆 不斷的在這一些 能夠運用的場域上面 不管大還是小 盡量的豐富我們裡面的內容 讓我們在地特別是暖暖的遊戲 今天很多別地別區的區長 都到現場了 這是暖暖的光榮 我想黃蠟石博物館 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在基隆扮演很重要的一個 文化傳承的一個角色 那這一次我想我們看到 有很多的這個當初剪指的 這一個傳統的技法 以及新的技法在這邊交流 還有我們很多傳統的一個 藝術活動在這邊進行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特別的記憶 能夠喚起更多人對 過去先人的這個生活的 許多的想像 這次胡指美學印象展 不但讓民眾有機會 深入了解胡指之美 也讓更多人 重視到傳統工藝 面臨的困境與傳承 展覽期間即日起 展出到9月30號 歡迎對傳統創作 有興趣的民眾前往欣賞 記者陳淑萍 丁克宇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下集中 基隆有如童話故事般的咖啡店 在哪裡呢 夢幻千層蛋糕到底有幾層啊 限定版的委託行咖啡究竟在哪裡呢 基隆為節目 將用鏡頭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胃 表現出愛有千種表達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裡 是否讓您感受到 基隆是個處處有溫情的城市呢 美麗基隆影片甄選 及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屆 分為影片甄選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29萬元 現在就拿起您手邊的相機或手機 發揮創意 透過鏡頭 記錄屬於基隆的友愛程式 充滿愛 觸動人心的故事吧 詳情請教活動官網 詳情請教活動官網 住進社會主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我是內政部長林又昌 中產以下房財族支持專案 從六月一號開始開放線上申請 手續剪片 免付證明文件 只要輸入借款人的基本資料 就能夠完成申請 通過申請者 單萬元的支持金 直接入帳 符合資格的你 記得趕快來申請 有任何問題 歡迎撥打諮詢專線 02-2162-1239